今天我們就特別安排了一個企劃 就是我們要從北高360的起點 然後我們一路從這邊出發 騎到桃園樂天球場 因為畢竟今天晚上有重要的大開 不然我本來想要騎360的 今天跟比多會有怨 屁股有點痛啊 那我頭看痛 還可以直接投放武器了 Yes 接下來這一集 看到這陣容厲害了吧 這個車衣一致看起來就非常專業 我們今天這一集非常厲害 特別邀請到了台南Josh 我們今天要比較不一樣 平常你去看棒球通常都怎麼去 開車或騎摩托車 我們今天看一下 我們今天是騎公路車去 所以我們現在人在旁邊這邊 也就是巴黎的廖天丁廟 今天我們就特別安排了一個企劃 就是我們要從北高360的起點 巴黎廖天丁廟 然後我們一路從這邊出發 他騎到桃園樂天球場 因為畢竟今天晚上有重要的大咖 對不然我本來想要騎360的 不過沒辦法為了要看比賽 所以我們今天只騎36公里 下次一定 不然我們今天晚上會被等太久 因為其實今天跟李多惠有約 等一下去看那個李多惠 那今天那個聽不懂李佐學長 畢竟這個也是新來的學弟 有什麼話想要對他激勵一下 今天先那個 試一下我這個老前輩 就是那個第一次擺客的時候 就是走這個西濱的路線 然後一開始當然是 你會覺得整個下體開 有點麻痺的感 然後騎起來會有點酸爽酸爽的 然後嗯 學長有沒有就是針對那個抽筋這個 有想要給學弟一些建議 我會建議先吃一點鹹的補充鹽粉 然後多補充水分 不是我想問一下學長你也太熱了吧 留這麼多愛 還沒說吧 我剛剛熱身呢 是直接從淡海的對岸 直接騎過來 所以 希望等下學長不要 要多補充水分 要提前抽筋 對 留在留成這樣 好啦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蠻熱的 現在是一點半 但我們要趕在球場 球賽開始前趕快騎到桃園球場 所以我們就準備出發 今天里程36公里 其實全程幾乎都是平路 然後我們會沿著西濱 到接近桃園才切進去到桃園球場 那我們中間20公里左右會休息一次 有啊 還要休息 3 2 1 2 現在大概時速23 25 喔 我上次騎完好像時速只有16 真的喔 因為那個有爬坡會 會分擔掉一些 對啊 今天的路應該不至於到 要這麼走 它頂多就是有一點點像是 上下橋這種坡度 對 然後你的腳啊 可以試著把你的 踩的位置稍微再往前移一點 到前腳掌的骨頭那一塊 前腳掌 對 因為你剛剛踩的比較中間 對我剛剛踩在中間 力量就會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彈 就輸出去 在前掌的位置 踩會比較 可以垂直往下 好 超漂亮 哇 可以看看海 你可以邊騎車邊離開手嗎 拿水這件事情 拿水喔 不然拿水我們停下來喝 對啊 等一下有需要再停下來喝 好 有遇到紅綠燈我再停下來喝就好 我們就10公里停一次嘛 就小喝一口然後就繼續走 好啊 我去撿一下 沒關係我們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 OK 可以直接投放武器的 我的那個 馬利歐賽車 我的那個竟然 規則上 應該是不能丟烏龜殼的吧 打氣筒掉了 騎乘到現在屁股還適應嗎 真的是蠻痛的 要稍微站起來移動一下 對啊 我剛剛一路上一直在喬 但是 真的還是不太適應 還沒有找到那個甜蜜點 對還沒有找到那個甜蜜點 就覺得 剛剛坐上去就覺得是 直接被頂著 對 要講講那個很奇怪 可是就是被頂著的感覺 是因為我的輪子有 比較硬啦 就是全碳的 所以它的那個 顛簸會比較明顯 對啊 等一下休息了之後 稍微停一下 幫你 降一點點胎壓會好一點 OK 那我們就來 今天簡單問答 就想問你平常還有看 其他的棒球以外的球賽嗎 棒球以外的球賽 對 我想想看喔 其實現在比較少 但是我還蠻喜歡去現場 看各種不同的職業運動 就是不管是什麼職業運動 前陣子看起來有去P加嘛 對啊 因為那邊我鏡像中 那個啦啦隊也蠻香的 也是不錯 不要這樣講 T1的也蠻香的 因為這個組 這個我記得他們的座位 邀請人應該都很前面 就根本是海岸第一排 沒有我是在看場上的戰術 連那個戰術下達的內容都聽得非常清楚 對啊 我都是在聽田蕾在那邊講說 這個檔差要怎麼下 我才沒有在看啦啦隊呢 真的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平常有看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的運動電影嗎 運動電影喔 我想要 之前 魔球也有看啊 然後很久了 然後 之前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什麼選秀日 他是美式足球的選秀的 對 對那個 我記得有一次是搭飛機的時候看的 對 那我對美式足球 其實根本不懂 但是就看他在裡面在講那些 他是怎麼樣透過交易 對 然後在那邊勾心 鬥角那個過程 我覺得就很精彩 喔 我還滿喜歡 我原本還猜你會不會說那個 王健民的那個偽進之類的 嘿 我北空那部叫後進 後進 嘿 嘿 可惡 其實我也有出演後進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那個時候他到 在美國獨立聯盟 對 在那邊投球 然後有一小段畫面 我剛好有出現 他是去 那個時候是去那個學校的那一段嗎 不是不是 不是 他那個時候去參加一個獨立聯盟 在華盛頓附近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在美國 就要跑去看他比賽 回去找一下資料畫面 可是那個大概只有大概兩秒吧 那有沒有拍到 對有拍到 那個你要找畫面找到 可能要看二十次才看得到 對 然後後進我本人也有出演 喔 原來這也是電影 對 我們就沒有在看自己的電影 所以後進就沒看那麼多次 我不好這樣稱讚自己 不錯不錯不錯 我們不知不覺已經騎了十公里了 十公里喔 其實我們里程今天只有三十六公里 已經騎了三分之一了 對 沒辦法 為了李多會 李多會在等我們 對啊 越騎越快 我們跟他約的時間有點快來不及 對 對 對 整個今天騎起來非常愉悅 沒錯 畢竟人家也是從韓國 復約這次的那個約會嘛 復我們的約嗎 就等下 看到影片後面都沒有發現 等下看到那個 任何他的蹤影 你這片影片下面留言都在說 兩個耳男 黃河黃河 現在12.5K 三分之一完成 稍微喝水休息一下 好 我最需要休息的是我的頭 可以 先把車靠著 放鬆一下 哈哈 哈哈 屁股也很痛 讓我頭看痛 現在又帶一個新的人來 今天帶台南Josh 這裡那個 另外一個學弟說我們 我去日本爽了 帶父母去爽嘛 帶父母去爽嘛 今天我覺得 看起來是實力略去我一籌 我們再觀察一陣子 我們已經騎了13公里 現在的地點大概在 這邊應該是爐竹了吧 快到竹圍大園那邊 然後距離已成其實只剩下 20出頭公里 但Josh剛剛感覺應該屁股還好 屁股還OK 屁股微微酥麻感 但因為帽子沒那麼合啦 帽子是帶比較小的 我的頭真的是厲害 真的是要挑選一下 我這台灣真的是買不太到帽子了 所以這個我剛剛也是 安全帽也有點看頭型 好 那接下來的20幾公里 也算是一下就過了 但因為考量到安全性 我們還是停下來喝水 那你這樣騎下來 你覺得跟電斧車有不一樣嗎 通路車 真的有覺得比較輕一點 然後這樣今天的路線 沒有太嚴重的 太多的爬升 所以騎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我可以 變檔之後 都還在一個 不會太喘的狀態下 可以持續騎車 可是我還不太適應說 什麼在一邊騎車 然後把水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停下來騎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其實旁邊也是車道 所以其實停下來喝比較安全 所以其實停下來喝比較安全 待會就準備繼續出發 小秀一下 OK OK 我們已經切進來比較四驅了 因為 待會要往裡面切的時候 可以其實走裡面 會比較 稍微安全吧 然後大車比較少 走中間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經過 附星空廚那邊嗎 就走機場旁邊 還有幾小時 還有十... 一半以上耶 16公里 還有一半以上耶 還有十... 對嗎 十一半以上耶 還有十... 還要十... 金玉耶 好像沒騎過這裡耶 蠻酷的 機場旁邊 我們現在人騎在右邊 就是機場 我們就騎在機場的旁邊 跟他平行的時序前進 其實距離盪球場已經剩下 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那今天其實看Josh騎車的狀況 好像有點太輕鬆了 感覺他騎起來是 非常游刃有餘啊 當然因為今天路線其實也都是平路 而且沒有什麼順利風的影響 但看起來 對他來講稍微輕鬆 我們待會停下來 稍微補給一下 在便利商店吃個冰棒 再繼續出發 沒有人想想話 沒有人想想話 吃東西就好了 你這個鏡頭是要幹嘛的 沒有 因為太熱了 雖然距離只能在八公里 就快到棒球場了 看起來我們已經騎了一個多小時 我還發現什麼補給都比不上冰棒耶 因為乾糖消耗得差不多 要吃一點糖分的攝取 任何那種什麼科學性的高能量 那種能量棒都比不上這個 心靈的滿足 真的是心靈滿足的就差很多 而且除了這個還買來可樂 可樂真的是快樂水來源 就是你一個跑步教練應該喝的東西嗎 可以必須 要跑步就知道喝可樂 因為他可以快樂 其實在過程當中太痛苦了 而且李多惠有派可樂的廣告 我們是支持他 趕快拿 趕快趕快 這也算有關係 對 我們是為了多惠 在叫這麼少 連信都不叫了 對啊 多惠帶你手我們就喝什麼 我們就喝什麼 乾杯乾杯 最後三公里 一直直走就到了 終於要繞出這個田間小路了 我剛剛看到旁邊的農地 一坪一萬五好便宜啊 來這邊看地的 想自喊的 還在那邊平地嗎 我是沒有在那邊看過農地啊 農地只能蓋農社 什麼 只能蓋農社 蓋農社好像不錯 最後兩公里囉 多惠我來了 我也來了 太早 人家還沒上班耶 我們現在抵達時間3點42分 其實今天路程大概只有33公里 但是因為我們很積極的來 所以騎得又特別快 沒錯我們只騎了一個小時用20分鐘 其實蠻快的耶 我們這樣均速是23公里 真的蠻快的 其實蠻快的 騎乘起來你覺得跟你預期上的有沒有落差太大 會不會太辛苦 我覺得這個差不多就這樣子可以了 再硬一點有點受不了 是不是到大概一個小時後就已經是一個零界點 會發現體力有點接近零界點 開始有點hold不太住了 因為其實你平常跑應該都是大概10k上下 我看大概就一個小時左右 最多大概就10k 那個其實就是 開始 身體的狀態往下走 需要補給啦 就是要吃冰棒 好可樂 然後我可以知道為什麼 馮蒂佐他這個一定要換 這個真的太硬 屁股太痛 我應該是請員會不習慣 沒有辦法一直踩 沒有辦法連續踩 踩一踩之後就想要滑行一下 因為一直踩好痛 你回去可能會覺得屁股兩個坐骨 會有點歐齊 那我今天看球 我就要一直站著看 站著看你多恨 穿上那個抱枕直接放在椅子下 電一下 再去買一些老虐山哥的抱枕 沒錯 那最後還是要不免俗問一下 今天這樣騎乘下來 對於你想要入坑公路車的這個決心 有沒有提升一點點 真的還蠻想入坑的 因為覺得這樣子騎 覺得是可以做一個轉換 不然我平常都是跑步 雖然說自己對跑步蠻有興趣的 但是一直這樣子跑 還是會覺得有時候覺得比較單調 或者是跑一跑 有時候會膝蓋不舒服 所以換一個運動 也可以減少身體的消耗 因為其實騎車它的對地衝擊小很多 就是跑步我們 必須要直接支撐膝蓋 就是身體的體重 那其實騎車就沒有 因為你就是坐在上面 其實騎車是屁股的衝擊 對 只有屁股會比較辛苦 然後肌肉會有點痠痛 學長有沒有什麼想要對學弟講的 我在它的後面觀察差不多30多公里 所以感覺上還蠻穩定的 就沒有什麼 顫抖或是不穩的情況出現 你沒有感覺到我屁股在顫抖嗎 就只有差不多這樣 一隻椅 一隻椅就好痛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是在講 另外一位學弟 是不是特別的 有點需要帶加強 那個去東洋好好修煉就好了 不然我們可以去找你 去日本騎車 他這樣比較爽吧 為什麼要在那邊騎車 你這樣在日本爽 話不多說了 我們洗澡了 準備看李多蕙現在太臭了 太臭不行 我們要香香的 我們要香香的 香香的跟他見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佳梁卓睿 我是 我是佳許 我是天普風利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多蕙的舞怎麼跳 來吧 我去吃哪個 我的天啊 快點 好 這請你